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时的哲学家急于讨论何为至善甚至彼此争论 除了柏拉图之外 没有人认识到至善在于与神联合 但是连柏拉图对其性质也是茫然无知 这并不足为怪 因他对此联合的神圣关键是全然陌生 虽然信徒在今世旅程 已经经历这独一无二完美的喜乐 然而这喜乐一天比一天更加点亮我们的心来渴慕 直到最终我们饱尝完全实现的丰满 因此我们说过 只有那些默想将来荣耀复活的人 才能得着基督恩福的果实 所以保罗把这目标摆在众信徒面前 并且他自己更是忘记背后努力勇往直前 为了达成这目标 我们也应当更热切地向此标杆直跑 免得这世界牢笼我们 我们因懈怠遭悲惨的责罚 因此保罗以此特征 分别信徒与非信徒 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从天上降临 菲利比书三章二十节 此外为了避免信徒在这路程中灰心丧胆 保罗接着说 一切的受造物也都与他们一同作伴 因为混乱败坏到处可见 所以保罗说 天上地下的受造物都渴望被更新复兴 自从亚当堕落 使自然界原本完美的秩序陷入混乱 一切受造之物都服在败坏的挟制之下 都是因为受到人的罪恶牵连 遭到悲惨咒诅 这并非表示一切受造之物都有自我意识 乃是说他们本性倾向要恢复 那在堕落之前的原先光景 所以保罗用叹息劳苦描述他们 使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 若是流连于懒惰中 则应感到羞耻 至少应效法这些无生命的受造物 他们是因人所犯的罪而受苦 为了更进一步激励我们 保罗称基督最后的降临 就是使我们身体得赎 的确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每一部分 他不但一次献了永远的赎罪祭 他将来要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我们 使我们身体复活 不论我们所遭受的患难有多大 这救赎必保守支持我们 直到其完全实现 那时我们身体复活 都会越来越多了 我今天早就没越来越多了 这一步是在买难过 我们身体的现场 我们身体复活 突然在重困难过 我们身体复活 这个下宫 这一步是想量的 有不通